ABM它本身是成本 成本为核心 那成本就是公司的命根子 加上成本这个资讯 大部分都是公司的秘密武器 要做成成本这个东西 没有老板自己下来做 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挺得住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哈佛 人物面对面单元 我们这一个礼拜 一到四你有没有听 我们一到四到现在一直在谈 是介绍我们最新 由哈佛商业评论 跟政大讲座教授 吴安妮老师所合作 出版的用AVM做对管理 那到礼拜五的人物面对面 当然要请本尊出场 所以我们今天 就请我们的本尊吴安妮老师 来到节目现场 那这个如果你有听过 前几天的节目就知道 我们这个AVM除了有观念 这本书除了介绍AVM的观念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破解我们营运的迷思之外 其实我们这一本书 也有九家企业的案例 从最大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到玉山银行到中小企业 报隐形冠军 很多企业都在导入AVM 来协助他们做对经营的决策 让他们看见看不见的隐形成本 获利提高之外 当然也是帮助他们做一些方向 企业未来发展方向 一个很好的后盾 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苏忠一个主讲 是丁阳集团的董事长 吴尚才吴董事长 他来分享他当初为什么要导入AVM AVM到底对他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要邀请吴老师跟吴尚才董事长 来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吴老师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吴安妮 感谢大家的听讲 对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也请吴尚才吴董事长 大家好 我是丁阳公司的吴尚才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那首先呢 也跟各位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正式访问吴老师跟这个吴尚才董事长 之前呢 我先来介绍两位的 很简单的一个背景 就吴老师 在1990年 算90年 在美国拿到博士 然后就受聘 回到政大教书 那在会计系 那老师呢 长远 从小好像有那个天赋 有那个天分 对企业营运的成本 那种隐形成本 好像从小就有那个 我待会要问你 就是从小就有那个感觉 就是这些事情 老板到底知不知道 老板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就是他在打工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帮老板担心 到底我有领到工钱 那老板有没有赚到钱 然后这个从从小呢 就在老师的基因里头 那一路呢 好像冥冥中 引导他在后来的研究 也是往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后来老师呢 现在是全世界哦 唯一一个拿到这个美国会计学会 这是全世界最高的 这个会计领域的学会的 Triple A的四个大奖 不是台湾唯一 是全世界唯一 所以老师的学术成就 在国际上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在看很多人在介绍老师 为什么这么厉害的时候 都会提到老师是在学术 在教学还有在实物 因为你的把这个理论 也用到实物界去帮助企业 所以是在教学在研究 在实物上是同步 都可以创造创新的 所以吴老师是这样的背景 我待会再请吴老师来谈谈 发展AVM的初衷 那吴尚才董事长也是 他现在是亚洲最大的端子台 这个制造商 到底端子台是什么 待会让董事长自己来介绍 他的客户都是大客户 台湾的台达店 西方欧美的大厂 像西门子 这个施耐的 都是丁阳的客户 所以我就不要废话太多 我们现在要请老师 自己来说明一下 就是老师到底AVM是什么 然后你研发AVM的初衷 好 那个感谢玛丽执行长的那个问题 那也感谢吴尚才董事长的全力支持 那我想那个玛丽问了一个问题很好 就是那个就是我的AVM的初衷是什么 那我应该从来谈谈我是怎么样去起心动念的 那我因为我家里是 我爸爸是远景 我妈妈是不适智 那我们从小住在深山 那在深山的时候 我爸爸因为常常要到那个离山这些地方救灾 好 那所以他常常常常会不在 所以当时他就把我当做男生看待 那他就教我就是要要帮我妈妈之外呢 要帮我妈妈做很多的事情 好那所以我在我们在小小的六七六岁开始 我就帮妈妈打扫扫地干嘛 什么事情都做 那我后来发现就是有一次在七岁的时候 有一个当地的老板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部分的山上最有名的就是很多的梅子 那当时台湾的梅子都是输出到日本 那当时梅子都是非常贵的 那有一个老板呢 他在街上看到我在忙 他就来叫我了 他说妹妹我教你爬树 那我说教我爬什么树 他说我教你爬梅子的树 那你帮我打工好不好 我说我可是我说我只有七岁 他说我看你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他就带着我去山上去爬树去摘梅子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是 其实我就跟很多的大人在一起打工了 一样的 那结束那个打工 因为那个梅子其实是一两个月而已 那结束后那个老板也是很有趣的 他就大概30多个工人 他在那个路就是叫我们排排站 那我就站在最左边的那个小孩子很矮 其他人家都是大人 那他就一包一包的红包拿给我们 那拿完这个红包以后 我回到家以后 给妈妈以后 我就开始很烦恼一件事情 我其实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那么烦恼这件事情 我就一直问我妈妈说 妈妈 那个老板 给我们好多的红包 我真的很怕他 不知道有没有赚钱 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就一直烦恼 而且我是很奇怪的个性 就每天一直问我妈妈 那我妈妈说 要不要你去找那个老板 因为那个老板是包商 就是包那个 采收的 他只是包负责采收的 那我就 你知道我也做了一件事 因为我从小很好奇 我妈妈 任何人叫我做什么事情 我真的去做了 我就到我们那个地方的山上 跑遍了所有的地方 我要去找那个老板 都找不到了 就我妈妈说 那你怎么办 我说妈妈 我实在很痛苦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很烦恼 那个老板 有没有赚到钱 最后我后来 我后来深深的感觉 在七岁 我其实就开始 对成本这个东西 开始起心动念了 那人一起心动念 大概停不了了 我相信就停不下去了 后来在八岁的时候 我又是很好奇 在我们的国小的旁边的 那个一个杂货店 他们都是卖那个 卖小孩子玩具的 那那个有一次老板就看到 我喜欢在那摸来摸去 他说妹妹 我教你做生意 那那我说做什么生意 他说我给你这个抽抽乐 这个抽乐成本十块钱 那你就给同学抽 我说那抽一个要多少钱 他说抽一个洞就一块钱 那之后呢 我就回去跟我妈妈借钱 借十块钱做生意 我妈妈说你十块钱做生意 不要被人家骗 我说妈妈被人家骗也只有十块钱 你就投资我吧 OK 那我妈妈说好啊 那我就给你钱 之后我就开始做 在班上做生意 在那边做抽抽乐 可是我后来做很久 而且我有两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本的概念 我把妈妈给我的钱 就是要吃早餐的钱 我放在一个袋子 我请妈妈给我两个袋子 要做生意的钱 我就放到第二个袋子 我把钱是分开的 后来我身上感觉 我好像对会计就很了解的感觉 我把它分开了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从小喜欢看伟人的故事 从小那有任何伟人故事我在看 我最喜欢的就是 我曾经看到那个牛顿 他在树荫下在想事情 那所以我就学牛顿 那因为我们的深山里面 我就在想 没有我在想 我就每次拿那个 每次完了 从来没有十块钱拿回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去 我就学牛顿的精神 我就到我们学校 因为我们学校在深山嘛 比较三乡下 很多的树 我就坐在那个树底下 一直在想 想说为什么我 十块钱永远拿不回来 意思是赔钱 赔钱的意思 永远拿花八块多 七块多回来 而且我最严重的是怎样 最严重的是 怎么会拿五块钱 最差 最差是五块钱 那我又很喜欢数学 所以我说 一算就亏五块钱嘛 最后呢 我就在树荫下 一直想想想不通 所以我想 我就去盘算 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我只拿五块钱 所以我看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当我 当我 当我第一个奖 被第一个拿走了以后 我就拿到一块钱嘛 第二个来抽的时候 就没抽到 就拿两块钱 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把我第三奖抽走了 那第四个人就没抽到 第五个人把我二奖抽走了 好 全部的奖人家都不要了 因为一二三奖是 学生最喜欢 同学最喜欢的 大奖都被抽完了 剩下小奖没人要抽了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的 所以我只有五块钱回来 那这个五块钱回来 我说 我后来想通一点 我还一张张 树荫下想通一点什么 这个钱 要能赚回来 还跟运气有关 运气如果不好 这样抽走就五块钱 最好的是八块钱 运气最好是八块钱 那我又想到一点说 我要拿十块钱去 又要拿 又十块钱要拿去 还赚不到钱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又跟运气有关 所以我又想通了一点 我就去想说 那如果有没有办法 不用拿钱出去 我可以有收入回来的 这个很好玩 所以我后来想通 我就想一想 我就到深山里面去赚 赚了赚了赚了 我就赚到两个重点 我第一个是说 在深山里面 我就发现 因为我会爬树 我就发现 我们在摘梅子以后 摘完了以后 还剩下不少梅子 没有摘的 那没有摘就是因为 大家摘得很忙 没摘到的 以后你先漏在那里 我就发现 我就去摘那个梅子 摘那个梅子 我跟妈妈说 妈妈你 你把我拿去卖 那我妈妈真的拿去卖 所以我有没有花钱 我没有花任何成本 可是我收到的收入 这个这是第一个 这是没有人要的梅子 没有要的梅子 就把他捡回来再去卖 第二件事情是 我到后来 因为大时候 当时台湾的时候 就是都是 我们都是带斗粒的 没有什么散 那时候我家里旁边 就是一大片的树林 那个树就是竹子树 一大片竹子树 我就看到 那个掉好多 好多那个 斗粒的叶子下来 我就临机一动 我想说 我可能可以拿 这个斗粒叶子去卖 我就跟我妈妈讲 妈妈你去帮我找 看有人要买斗粒的 就是那个叶子 我就专门负责 那边去捡斗粒 捡那个叶子 就送给那个斗粒厂商去做 结果我发现 这两个例子 所以老师应该创业也会很成功 老师也可以做企业家 我不懂事 应该从小就有这个创业 他们说 可是还好 为什么老师 他没创业 还好我没创业 为什么 我等一下告诉你 我没创业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就全部做悲逆粒 我拿的钱全部给别人 我像我赚的钱 全部给家里的人 我从来赚的钱 都是给人家花的 这很好玩 所以当企业家 不能这样漏才 无董事长常常讲 还好老师你没做钱 你做生意的 都做工艺 都做完 都每次都做 所以老师是从小就 对成本 对经营 是有理念的 后来很像老师 后来这样一路 再到夜间部 再回想说 那个时候就对 夜间部的故事 也可以讲一下 好 夜间部的 对 夜间部很好玩 就是我念夜间部 白天打工晚上念书 我在夜间部的时候 领悟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学问有用论 什么叫学问有用论 就是我晚上念的书 我在第二天到打工地方去做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经济系 夜间部 那我们那时候的 那个我们的夜间部的主任 就是念东海的 东海经济系夜间部 吕士鹏的主任 我还非常记得他 他认为我们经济系夜间部 是找不到工作的 所以他做了一个 非常明智的决定 他让我们经济系的学生 把全部的会计系的课都念完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所有会计系的课 我们都修完 因为只有念会计找得到工作 只有会计找得到工作 要去做仗有工作 所以你知道很好玩 所以我就去找那个会计的 会计的打工 在打工里面 我就发现 我就跟老板说 老板你给我 因为那个工 那个都是微型企业 老板两三个 那员工三四个而已 我说老板 你既然没有会计制度 我来帮你设计会计制度 他说你怎么会设计 我说没关系 我现在上课 我去 我老师教我 我想办法设计 那我说你也不用担心我 第一个你不用多给我钱 我就打工费而已 第二件事情 我设计不好 我晚上去请教我老师的 我老师就是我的 我最好的老师 对不对 那老板就说好好 因为我跟他讲 老板讲好多次 他不肯给我设计 因为他觉得我不可以 我设计不了 可是我就去尝试 后来我发现 我办公司真的设计的会计制度 还设计的非常完整 所以那时候我就感受到 学问有用论 而且第二件事情 我领悟到知行合议的重要 什么叫知行合议呢 就是晚上念书 第二天去做 整合在一起 很重要 所以这个 这样的一个经验 让我后来在教学研究 就非常强调知行合议 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议 所以就是尤其后来做学术 会被批评 说是象牙堂 对 只是做了研究 只是墙上挂挂 书柜放放 没有办法应用 老师很强调 所以各位听众 还有现场 还有我们的YouTube的观众 就会觉得老师讲到这么久 还没有讲到AVM是什么 因为背景实在是 要追溯蛮久的 为什么会有AVM 事实上是有源头的 有来源的 这个要先讲清楚 不然后面是了解不了的 因为你讲初衷 那初衷就是要回到原点 因为不讲原点 大家觉得很多人觉得说 怎么可能 你从台湾出现一个AVM 得了世界四个大奖 很多人很奇怪 连美国人都很觉得奇怪 那我就一直跟他讲 我其实不是现在做 我是七岁就开始 七岁就 就起心动念 所以刚刚老师还没有讲到 你那个假花工厂 对假花工厂 是同一个工厂吗 对假花工厂是另外一个暑假的打工的时候 所以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我讲假花工厂是我最大的一个突破点 就我去假花工厂做 在我阿嬷家里在暑假到大甲去 那到假花工厂去做的时候 我就有十个流程 我在第三个流程 我去做的第一天 我就发现那个煤站的旁边都有一堆一堆的东西 我就问老板 我就问那个老板的意思就是说 问那个我的主管 我说那一堆一堆是什么东西 他说一堆一堆就是打掉的东西 你知道我一听到打掉的东西 我晚上就回去一直在想 这个打掉的东西 有两个途径会发生 第一个打掉不是浪费就丢掉 第二个就重做 报废的 打掉就是报废的 重工 重工 不良品 不良品就是重工 或是报废 材料的时间跟材料的浪费 那因为我在业经部的时候 当我进到做会计制度 我已经开始对成本这个概念 开始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我在打工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我不能被打掉 我的东西做的不能被打掉 因为我打掉的时候 成本激增的 所以我发现 所以后来呢 我在做了大概两个 两个月左右的暑假 那个老板就发现我一个事情 他说他觉得我的打掉东西非常少 那他觉得我一定有什么原因 会让我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要走之前 他就跟我到他办公室 他说妹妹我问你 问你事情 就是说你来 你是大学生 我是国中生 我就国中生就当老板 你是大学生来当我这个打工 那你可以被给我什么建议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老板 我不觉得你要赚钱 他问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每天看你们被打掉的太多 我说这个问题还蛮大的 那第二件事情 这其实就是我后来做AVM 发现的这个隐藏成本 这隐藏本就掉下去 隐藏成本是在那时候产生的 还有一个件事情是打掉的东西 就是我发现不良品跟成本有关系 所以品质跟成本是有关系的 我等一下会谈我为什么会从AVCM跳到AVM 这个跟这一些都有关系 再来老板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解决方法 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蹦出一个概念 我说你给他按键记筹 你给他按键记筹 他说怎么按键记筹 我说老板做好的东西你才给他钱 做不好你给他扣款 他跟我讲说扣款不可以 因为你们的打工费已经很少了 我可以用做好的东西 我给他钱很多 做不好我不要给他钱 他说这样可以吗 我说也可以 之后我就说 我说老板如果你知道这样做 我相信你会赚到钱 我还讲这句话 好那我为了要测试 我讲的话对不对 那我就第二年 我还是去他的公司去了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去打工 我最重要用意只是想了解 我讲的话 做的是跟他建议的到底有没有对 他就很感谢我 他还请我吃饭 他说妹妹我感谢你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的建议 我现在赚钱了 我觉得我赚钱了 我说你怎么 你觉得怎么赚到钱 他说因为我发现 越来越没有被打掉了 你知道我还不死心 我第二第三年 我还是继续去看他 赚大钱 赚大钱 两年后 从赔钱到小赚到赚大钱 两年后赚大钱 这个管理制度的改变 对企业的营业影响很大 对我后来发现说 我越来越觉得 这成本太重要了 我那个时候就电下 我一定要解决问题 之后你知道很妙 我到中餐器人所就去念书了 念到中餐器人所 开始接触到管理会计 接触到什么行销策略 所有的管理都接触到了 在中餐器人所我就每天就问我们老师两个问题 每次上课两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我问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在看整个成本这个事情 我觉得一定要数字 我跟老师说 老师你现在讲策略 没数字你怎么决定哪个策略是对 你说marketing 你有三个marketing的channel要做 那老师你没有数字你怎么决定哪个是要做 那做人资好了 我说老师你没有数字你怎么知道哪个员工比较有绩效 我就一直问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问 没有数字怎么解决管理的问题 40年前就在讲Big Data的事情 数据从哪里 没有数据如何做决策 那他们就一直问我 那些老师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一直问这个问题 我说因为我是念经济系的 经济系必备的就是数字 供给需求 你没有数字你怎么知道价格 你没有供给跟需求决定价格 我说最基本的fundamental 就是数字才能决定价格 那他们每个老师就觉得说 你不要一直问好不好 过分 第二个问题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老师 你教的策略能不能跟人资结合 老师你教的策略能不能跟行销结合 我说管理制度是要结合才有用的 他说没有结合 为什么结合 我就要教你行销 我就教你策略 我就教你人资就对 教你无管而已 你无管怎么结 我说老师 他说老师你为什么一直问 我说老师 我是因为业监部毕业 我在公司看到的情况是 一个老板要管理是 无管里面是要整合的 没有就会变成大象 没办法走路 虾子默向 走路走不动 因为每个公司你现在每一个公司会一直成长 就一直做很多的管理 那这些管理没有整合 就是越做越多 可是就乱掉 老师说 没有 美国没有叫整合 只有你知道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发生 在我的第二学期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发现所有老师都是我的最大的老师 他们就派一个老师来找我 在一堂课里面 在我要离开之前那个学期 有个老师就很严格来跟我讲 就在课堂上讲 讲得非常严格 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鼓励 他说 你两年都在问这些事情 每次都问两个问题 没有数字怎么办 不能怎么办 那我说 他就说你有种 你就去美国念博士 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被刺激到 对我是被刺激的 对其实公开密新 第一次知道原来是被老师刺激的 所以老师没有答案 只好叫你去找答案 那个B的时候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二年级就决定要当大学老师的 所以这个B是更大的 就更强烈的 让我一定要走到那个路 而且第二个动因 最大的动因是 我在念 我的指导教授是刘维席校长 他就问我说 你要做什么博硕士论 我说老师我要做成本函数 我说你为什么要 我就把我七岁的故事一直跟他讲 我那时候跟他讲我的故事 他说好啊 那你去做成本函数啊 最后呢 那个那我说刘老师 他说那我可以帮你什么了 我说刘老师 你帮我找男子加工出口区的一个中小企业的制造业 请他们给我去做论文研究 研究那把他们所有部门 从RD研发设计什么制造部门 所有的表单制度都放在一个办公室里 一个会议室里面 我每个礼拜来三天 我翻 他说那你要怎么 你要想解决什么问题 我说老师 我想要解决的是 我认为成本是跟每一个部门都有关系 不是会计算的算数的 他说你怎么发现 我说我在打工就发现 而且老师 我发现成本这件事情 跟品质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跟产能都有关系 那所以我要做成本函数 但是我得知道这些表单 怎么要 而且老师 我想要看那些表单 怎么串在一起 能够解决成本的问题 这就是AVM的原型的想法 就是所有的 所以我们好像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跟听众讲 AVM是哪三个单字 第一个是Activity 因为假设听众前几天有听 就Activity 第一个 Value 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所以这个Activity 就是像老师讲的 每一个作业 作业都有关系 就是我们每一个同事 每一分每一秒在做什么事 他可能是品馆 可能是研发 可能是客户服务 可能是什么 就每一个作业都要计算 然后整合起来 看他的价值 还有他的成本跟价值 就像我们今天录影 你看你们花多少的人力 我刚刚一看就说 做这个赔钱 做这个赔钱 这真的是做公益活动 我们做了AVM 我坐在这里的时间 我的成本 有归属的 还有归属的 跟听众分享说 办公厅每一瓶的租金 也要算 当然要算 跟员工每一个小时的产值 对 是 我们在做branding 做影响力的 懂事 我们的影响力也是价值 所以不是一直讲 dollar amount 还有影响力 无形的价值 你知道到了研究所 那个论文的时候 让我感受到两点很重要 第一点是 我发现成本算不出来 为什么 那家公司的成本算不出来 不是他们 还有我带微型鞋 算不出来 原因很简单 我发现大家没有办法整合 我不知道要靠谁整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认为每一个部门 大家观念都不一致 成本都不一致 每个人讲的成本 都是讲的他所认为的成本 是他讲的算的 语言不一致 还有系统 会计讲的会计成本 原则不一致 对原则 还有串联 没有办法整合 好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后来我就发愿了 你就带着这个问题 我就发愿 我到美国 是在刺激 我就去美国找答案 我去美国找药方 因为我觉得管理 管理就是解决企业的 要医生 要匹 所以我去找药方 你知道也是非常老天的安排 坦白讲这些都是老天的安排 就这辈子要我做的 之后我去Jorge Washington 我不知道说 我还直被这个 我后来考上工费留考 不容易 所有的 所有学校都履借我 只有Jorge Washington接受我 我当时想不通为什么 后来我就发现是有道理的 因为Jorge Washington 在白宫旁边 是在DC那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图书馆 叫国会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是全美国所有的文献都在那里 就只有一个地方在那里 所有的文献都到各种地步 所以你是每天都在那里混 我几乎带三个便当进去吗 对没错 没错 跟马云球在哈佛一样 没错 就是没课的时候 有课的时候在Jorge Washington 也是在课上完 也是在图书馆 一直找 等到假日 我就真的拿着便当 拿到Jorge Washington 拿到国会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 就去翻 就像风子翻 一直翻 一直在找你的答案 我想要找成本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解套的 怎么样去算得出来 而且成本这件事情 是可以大家语言是一致的 这个语言一致 我后来把它归类叫细胞要一样 后来你知道我在1986年看到 Kaplan跟Cooper 他们是哈佛的教授 他们是在食物界研究的时候 他们发现食物界有人这样做 他们就用作业当为 我把它称后来 对我把它称为叫做细胞 把它作业当细胞以后 就串联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从1986年开始 我就决议我要做这个 我要学习这个制度 这个就是我要的药房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一直研究 1986年开始研究 一直研究 研究到台湾来以后 我要讲的是 到了台湾我发现成本 就是我 因为美国Kaplan跟Cooper在谈 是讲成本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成本跟品质 跟产能 跟甚至连我们现在的ES 都有关系的 所以后来老师 我把它延伸 我做了一个作业属性的延伸 所以慢慢就到达了 ABCM的地步 而且老师就是说 因为你在台湾 后来就念完博士回来 然后你是把这个ABCM 一开始就到企业去做 所以台积电就1998年 那时候是财务长 是张孝威就开始导入你的ABCM 那个时候还叫ABCM 不是后来才有AVM 所以老师也是这一套系统 AVM到后来的AVM 是很多食物的遇到的问题 而且我用在改正你的系统上 应该就是这样讲 我在设计台积电 中信银还有明门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有 那个作业属性的概念 所以例如我在台积电的时候 跟美国顾问公司在合作 那我还是跟他们讲 你要把作业属性设计进去 因为他们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太有关系 品质跟成本产能 尤其台积电是品质很重要 产能更重要 设备那么贵产能更重要 所以我把那些品质产能 还有这个成本都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请董事长发言之前 我在最后博问老师第一轮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轮讲的比较久 我看老师的书还有一个小故事 因为等于每一个食物的经验 都对老师的这个研究 或者你这个体系是有帮忙 比如你在台积电用发明 就看到说实际的机台 这件事情要怎么看 好像你去中信就发现说 那个时候他们的前董事长 孤联松都在做国民外交 都搭私人飞机出去 可是这个成本要各部门来贪 可是他又不是做我的业务 为什么我要贪 同事就会有意见 所以这一个事情 是给你的启发又是什么 你是说孤联松 孤联松搭私人飞机出国 可是他是帮国家做外交 不是帮中信做业务 可是他的成本国家不会帮他出 是中信要帮他出 要贪给谁呢 这个事情很好玩 当时我就是帮中信 设计个金法金信用卡 都一起设计 他们就问我说 老师我觉得不公平 他当然不会当面讲 他私下问我 老师不公平 我说什么不公平 老师董事长飞机怎么贪给我们 而且那么贵贪给我 我就问他一句话 我说你董事长做这件事情 对你的品牌效应有没有增加 对你公司的branding有没有增加 有没有对你有影响力 他说有 他说老师可是有是有 但是我觉得贪太多了 那是无形的 无形的 不是真正帮我拿业绩的吗 对但是之后呢 我就从小七岁喜欢想 那我就回来想很久 想很久 想很久 因为我每一个礼拜 跟他们见面一次讨论 要做嘛 要做上去 我就想了一个礼拜后 我后来想同一件事情 我说要解决他们这个质疑的问题 唯有一七件事情 我干脆 把那个 他可以控制的 跟不可控制切割 所以这就是形成我的 这个我的模组一 有那个可控的成本 跟不可控的 所以我就说好 我们的成本就分成 你自己花的 跟老板贪给你的 贪给你 或是人事部门的 就不算在你教 所以我就敢做这个事情 我就画给他们看 其实我后来的模组一 就是画给他们看出来了 我说这样好不好 我就大听广众中讲 好不好我们这样你花的 我就算你的 你的部门的利润 但是你也不能让我 老板那个贪的不算 因为你不算 我的定价会出问题 所以我告诉他说 你的部分你的利润 就算绩效评估 就花奖金用的 但是加上老板的 贪的成本 或是其他supporting 部门贪的成本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把 我们的成本有两个 两个SSEU的成本 我就只有这两个要分摊的 我说那要摊下去 做定价之用的 是 那对这个就是后来解套掉的 所以每个企业都给老师挑战了 老师就去赶快再优化 他的AVM的系统 没错 那丁杨老师 你有没有给老师挑战 你有没有在导入你们企业的时候 老师的现有的AVM 有没有提出一些挑战给老师 其实从刚刚老师在谈的过程当中 他说每一个缓解 其实大概在我们导的过程里面 大概就是这样的演绎过程 那我想 因为我们到了1983年 7月20号创业 所以到2013年的时候 其实是满30周年 那满30周年当时我们 其实是 有很多的作业都已经是手工 但是也随着企业增长 你像我们每天光是工单 就相近500张 那你当初为什么 是什么因缘想要导入AVM 这个部分应该导入AVM 我想跟吴老师认识 也超过三十几年 应该他跟美国回来 没多久就认识了 那时候他就跟我提 AVC 那我一看到这东西 我一看就吓死了 因为导入系统员工老板都会吓死 要花很多时间 不是 因为当时老师在导的厂商 我有注意到都是买卖业为主 一贯人的为主 对不对 当时很多都在工农 那些都是 还有就是有一些制造业 那是大企业 就是有一定规模 那像我们这种专码企业加上我们的作业属性 我们用作业比较容易沟通 从产品开发设计什么一大堆的这种属性都有 你很复杂 对 如果当时我做的话 我光想到要那些细胞在做 我可能一个月我要做一年才出得了报表 就是你的细胞你要定义你的 那个太多了 好像你说你也定义一万多可是 对啊 所以说那些东西很可怕 所以我光想到那个东西 我怎么敢做 所以你已经躲 躲吴老师躲很久了 躲好久 躲了二三十年 对啊 躲了二十年 那后来我们到了三十周年的时候 我自己也看了那些东西 我是也傻眼的 全部手工做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真的是太厉害了 因为每一个大客户都有他自己不同的规格 规格跟作业模式 那每一家都帮我服务的好好的 三十周年的时候 2013年 2013年 那时候我在想 那不行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会转不动啊 就无法再大下去 大概就规模停滞在这里 不可能那种量太大了 无法再靠水工业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 再加上很多传承啊 还有很多国际化什么这些议题下 我觉得说是到了该转型的时候 所以当时我们转型就已经设定 其中一个转型就是 从制造业转制造服务 不是转服务而是制造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是以制造服务 在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想 你才想到吴老师 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吴老师 那时候我想到先数位化转型 我一定要数位化 我不数位化 我没办法解决这么庞大的 琐碎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做数位化转型 那再过来就 在做数位化转型过程当中 其实你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就是一致性很重要 包括我们用语名词 几个单位 大家要把所有的基础 光要拉起来 这非常困难 一个名词 你说这样 他说这样就不一样了 那这进系统 所以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在作业里面的基础点很重要 那个标准很重要 大家认知不一样 就很难对话 是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花很多时间 很多精神去做 而当时第一个就是 把我两岸三地的ERP统一起来 先做ERP 我ERP那时候我们就依然导SAP 那你知道当时导SAP 其实很可怕的 我连 我连那个种子都没有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说 我没什么 我没办法导什么 我说这个听不下去 想做就会找到方法 没有错 当时我要去导SAP的时候 我是没有种子 派不出去的 因为他每一个模块 就两个三个来学 回来教 我没有 所以当时我给那个Peter 导Paul 你是认识吗 我给Paul导的时候 我说Paul可不可以这样 我人都给你 所以我给他一百多个 一下子给他一百多个 他也收 他也收 帮你们开班授课 对 所以我开始导SAP的时候 我是无缝接轨 也没有停止收件 也没有停止出货 也没有停止做 也没有放假 就是时间到赶快切 新旧病行 半年放掉 非常顺 是哦 我讲你这一百多个同事 没有阵亡 有没有人做到一半离子 做到一半 坦白讲讲到这一点 我就鼻酸 的确有 的确半个都没有 半个都没有 那我怎么叫鼻酸 因为太感动了 感动的鼻酸 我以为说走一走掉 所以到现在我想到我这一群同事 因为我们都一起 那时候综合维他命都买整箱的 然后就是一罐一罐的 然后就是 都是正职做完 对 那个工作量真的实在有够大 所以当时我最 他们最常听你就再坚实一点就会成功 再坚实一点他们就一直骗 一直骗一直骗到最后 搞多久才成功 我们在几个月吧 那很厉害 我们完善相当快 很厉害 而且当时很多老员工 其实当时候来顾问群有在反映说 老员工有不配合抗拒 后来我也跟顾问群讲 我说不可能 因为我带的人我自己很清楚 这些人他不是抗拒 他是担心 因为他都服务得好好的 忽然你只能一套东西 他会怕 对不对 我说我找你顾问来不是来砍人的 我找你顾问来是来教会他的 对 所以我说不准给我砍半个人 哇 所以你一定要数栓数据拖越久 是的 然后就这样一直马上熬过去之后 慢慢慢慢的 我才发现有一个东西 就是后来为什么我倒AVIN会全面倒 因为你不完整的东西根本看不出结果 刚刚有提到很多东西都是缓缓相扣 缓缓相扣 所以我倒了SAP之后有的经验 当时我们也没有去 我没有很多克制 就完全要依据系统的精神去执行 去调整 所以我倒AVIN算非常成功 为什么 因为都没有停止作业 也没有出问题 所以你才有信心 所以这个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想说我既然要转型 ERP是企业资源先弄好 把两岸三地所有资源整合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我产品是从开发开始的 我企业资源之外 接下来就生产制造产品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我就倒POM 产品生命走起 从最源头开始抓下来 POM POM PRODUKLIFE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一个系统 或者做精石或者什么 倒到最后其实我工厂小朋友就很可爱 我要再倒什么新的东西 通常反应只有三个字 又来了 所以慢慢就有这样的一个运作过程之后 很多资料各方面就已经变很多庞大下来 那时候刚好有一次 好像我们学会活动 那我送吴老师去车站 他说答便说好 那时候他就在跟我提 哎呀你要不要再来做 那时候的那个政大的实战 实务课程 实务课程 你公司要不要来做 所以我说好 那去就去了 去然后就用我一个当时在做西门子的那个有一个开发案 我就拿了开发案 你自己去上课吗 你自己去吗 还是你都带 我不带对他不收的 那进一步再去了解之后 他觉得说哎这很好 可是很好 并不代表团队可以接受啊 坦白讲 我当时我公司没有人会接受 我想做这件事情 你带团队去的时候 他们还心中抱着疑惑 跟着你一起去 做人是他 他比我更怕 想想就麻了 真的啊 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跟我交流 书号转型 我常说如果老板没来就不用来 对 因为经理人回去一定跟老板讲 老板就不要做 经理人想做老板也不一定想做 老板想做经理人 不想做 光想到就麻 而且负责不起 负责不起 他没办法负责 数位转型 坦白经理人没办法负责 数位转型这一类的成败 不可能 因为过程当中没有产出 老板自己知道在做什么 换给别人做就要数字 对不对 只能看得到东西 如果你是专业经理人 老板就要集合你 所以无法负责 那如果老板自己不用记得 自己心理有数 对嘛 不会集合自己 对 所以很多生意就这么复杂 所以赔钱的生意只有老板能做 专业经理人不能做 先赔的生意 应该说先赔的生意 先赔的生意 那后来就这样子 那在继部了解之后 当时什么让团队接受 我退而求其次 我只说 这是我以后要做的 我以后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你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以这个方向为目标 比如说你现在要做系统留守什么 你就要考虑以后做这件事情 能不能对接过去 AVM 对 所以董事长 你已经有导ERP 有POM 后来又导了很多系统 他又导MES MES 那所以AVM跟这些系统 都是可以融合的 对不对 再加上去 还是AVM的角色 其实融合过程 融合过程其实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刚刚所提的标准 这个我们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花了三年的时间 那当时我们跟吴老师在做的时候 那时候就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之前 其实前置作业就已经有这样在做 所以其实在技术上的主力 其实是不多 包括我们买设备 或什么都是这样 因为以后要做一个全自动的模具厂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一个数位化工厂 其实我们提前几年在购买设备的时候 都已经会去为这件事情去做准备 而不是说一般来讲很多人都是 我导系统完之后再来收资料 对不对 我想要做数位化之后 我再来考虑买什么机器 那刚我想完我们都是提前去 布局 收集数据 就往这个方向先走 所以当时就做了之后 其实我们真正 当时我真的要感谢我一个 我以前在政大创业组班有一个辅导员叫彭美龙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因为你到AVM 那个AVM办公室谁负责 也是关键 也是关键 不是吴老师负责 这不是单一专业 AVM不是单一专业 你要找IE的吗 还是要找财务的 也不是单一专业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对不是单一专业 那一个主管 他现在是我AVM负责 但是当时我觉得如果他来负责AVM 他对我系统非常了解 但是他数字会比较弱 后来刚好碰面有种 他从上次公司的发言人跟财务长退下来 刚好休息了一两年 我是极力邀请他来协助 他有数字观念 也因为他有这样的数字的敏锐度 加上既有干部对我的流程熟练 所以说也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把最难的那一块 所以你说是为什么挑战 就是说AVM负责人是谁 这是最大的挑战 人 这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他要有数字观念 为什么你对AVM出来的报表 不是第一次出来报表就对 而且有时候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就必须开始怎么样 开始各大一代挑战 为什么这算你的 为什么这算我的 为什么算这么多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才是最大的 那必须要一个非常数字 非常敏锐的人 所以丁阳是从哪一年导入AVM 什么时候大概就可以宣告 已经融入了 无痛了 融入了 三年花三年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 都是没完没了的 包括书画转型 AVM 这些事情都不是说 我这个案子做完就结束的东西 他没有结束 他还在持续进化 他必须持续 你像刚刚说的标准 对 这个标准是每天在变的 滚过一次之后标准就变了 甚至于未来什么 未来可不可以定标准 我可不可以定标准做挑战目标 他只是一个依据 他不是一个定性的东西 他会一直继续进化 所以就会一直改 所以现在还是AVM团队都还是在 没有没有 我AVM团队到去年结束 办公室结束 把他归属到总经理的管理室里面去 但是还是要持续 一样团队是一样在 还是要每个月 还是要随时随地要跑出资 他还是做同样事情 只是说他没有独立的 因为AVM办公室是一个专案性质 就是导入开始的一个专案性质 但是他现在已经融入 整个的体制底下之后 他就没有独立的东西 他变成是一种经营管理办公室 变成经管办理室的 总经理室负责 那我们在用AVM做对管理的这本书 同事上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AVM除了可以帮你赚到管理财 一定会赚到管理财 看到你看不见的隐形成本 做更好的决策 还会赚到影响力 这个同事要不要衍生一下 为什么除了赚到管理财 还可以赚到影响力 刚刚我们会前的聊天一样 其实我在之前 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围绕着新世纪 有很多的想法 那时候我们创学会的 已故的前民会长 此点大作先生有一次演讲 他就讲了一句 21世纪是人文的世纪 那我想21世纪是一个柔性动能的时代 不是在拼的时代 而是说软能的时代 那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 什么叫做人文的世纪 什么叫做软能 后来我终于有理解到一点 就是说 21世纪的输赢 是在没有办法数字化 没有办法量化的地方论输赢 那是一种情感 那是一种情感 那是一种感觉 或者那是一种文化 所以我觉得说 能够去创造这个东西出来 才是真正的赢 就像我说的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他 这已经不是方法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不喜欢你 因为你太瘦 你可以多吃一点 有机会 那如果他说 我就是喜欢吗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啊 你怎么去挑战这种东西 我相信你说的是规格 说的是数字 说的是标准的东西 现在科技没有一件事情做不到 甚至于你把规则摊出来 你会发觉一堆人都能做 所以我正在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去菜市场 同样卖菜那么多 为什么他生意比较好 对 为什么你就是要跟某一套 某一个买 那AVM可以做到这样吗 可以创造这种玄学的影响力吗 是的 因为AVM它是从基础 就从数字来的 就像老师刚刚讲 什么事情管理 什么一定要有数字的标准 可是当你这些数字标准 都出来之后 AVM它能够去帮每一个 把这个弄清楚 你能够做好 然后你的整个团队 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这样的一个DNA的时候 其实你所展现出来是一种信赖 人家会信赖你 为什么说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信赖的 那你是说你在接触客户的时候 他知道你有导入AVM 他会比较信任你 信赖 就是我自己所导的 包括导SAP 包括这些 客户慢慢从我的管理 从我的整个流程 跟他来参访之后 整个的布局之后 他对我们是 我觉得是信赖的 是信赖的 所以是创造这种信赖感 信赖感 那也实质 因为你管理好以后 那也实质 因为你像 像我COVID-19这三年 我没有掉过任何单子 我没有客户的订单 我从来没有掉落过 缺水缺电缺工缺船 什么都缺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有数据 我有资料 我可以最有效产出 我不会做到一半少料 有工没料 我会最佳组合到有 甚至我也了解 我客户的订单 是真的订单 假的订单 我还可以了解 他到底家里还有没有货 所以我可以好的调度 到最后大家都没问题 当他解决问题之后 他一定会想了解 我为什么能解决问题 我为什么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甚至有时候还帮他擦屁股 别人出问题 我还可以帮他补救 当他事后来看看完之后 他恍然大 所以总结 AVM对丁阳集团的 最大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个影响力 一个文化的建立 我觉得钱是有极限的 你毛利多少到这里 可是它是无穷无尽的毛利 这是一个你被客户信赖的 这种影响力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 各自讲了一轮而已 表示这个真的是很丰富 也真的是AVM的学问 真的是很大 但是学问都是这样 要知行合一 要做了才是对你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特别听董事长的经验 那我们最后一轮 就是比较短一点 我们就再请老师补充一下 比如你可以comment一下 从丁阳的经验 你觉得AVM要导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OK 我觉得AVM大家常常很会想问这个问题 那我认为第一个要件就是老板 因为为什么老板这么重要 因为AVM它本身是成本 成本为核心 那成本就是公司的命根子 加上成本这个资讯 大部分都是公司的秘密武器 那要做成成本这个东西 没有老板自己下来做 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挺得住 就是刚才吴董事长 没有一个人能够挺得住 所以呢 当人家来跟我谈AVM的话 假设是CFO来谈 我会告诉他 你找你的老板一起来谈 因为你想做 可是你觉得很好 CFO觉得很好 可是你老板不愿意做 也是不会成功的 那所以我觉得我看的是 第一个是老板 老板要自己投入 第二个是老板要非常重视管理 因为老板不重管理 来做是不会做 为什么不重管理的人 老板不会投入 就像上财他 他也后来念很多 甚至自己也很重管理 所以他就来念EMBA 后EMBA 后EMBA 所以他因为他 我后来观察是 这个老板要很重视管理 不重管理的时候 我会认为也很难 OK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 我觉得他的那个 就是infrastructure 要做好一点 什么叫infrastructure 做好一点 就是说他必备条件 是一定要有ERP 现在所有公司来谈 我第一个一定问 有没有ERP 没有ERP 你先去做ERP 我现在帮助大家的是很多人 但是应该很多ERP公司 很感谢我 对很多公司应该很感谢我的 很多ERP公司 应该很感谢我的地方 是我请他们 我没有去任何推 我说任何ERP你都去做 你去自己选 我没有去推荐哪一个 因为任何ERP都可以 跟我的AVM结合 可是我推他们 快点去做ERP 因为没有ERP 就没有data 基本data没有 第二件事情是 假设他是 就是说 我现在在谈 就是说他 每一个假设他今天 是非常重视 他是制造的 台湾很多制造业 他有起很多个solution 就是他一定还要有一个 不仅是ERP做完以后 如果要制造业要做得好 他一定要能够把硬体的资料 能够拉出来的 而不是人工去填的 所以我常常会 吴董事长常常就说 老师你不要说我好 其实他里面有一个技术 是非常好的技术 是叫做IoGridge 所以我是看到 IoGridge 他可以从硬体里面抓资料 过来他的软体后 自动就会出资料 会出这样抓到我这里 现在机台设计就很智慧化 对对对 不仅机台设计智慧化 他是可以抓资料 到来我的AVN 那这就是整个连结在一起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就很重要 所以老师有三个关键 老板要下来重管理 然后有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一定要很清楚 IT系统要很强 对 那董事长你的经验 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 他刚好是老板 可以决定了 我说我现在就要来做 然后老板的心态 心理建设是这样 当然嘛 老板很重要嘛 但是更重要的是 老板不要懂太多 支持就好了 对 为什么不要懂太多 就是说 因为听了很多 了解了很多之后 他会把困难合理化 我常常举个例子 就是说 有两个小孩 一个比较大 比较懂事 一个不懂事 然后要跟妈妈要零用钱 那妈妈跟他讲 虽然经济不好 爸爸赚的不多 你就先不要零用钱 以后有钱再给你 他懂事 他听懂 他就不要了 可是那小的他不懂事 我就是要嘛 结果到最后 小的要到零用钱 这很奇怪 所以 你懂越多越难 现在没有一个技术是问题 没有一个技术是问题 只在于你要不要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 老板真的不要懂太多 那因为我不介入 所以有时候困难跟我讲 我知道 我就结束了 你不会又会炒的有糖吃 或者是来给你诉苦 那算了算了 大家都这么累 上班就够累了 他导这个太累就不要做 那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什么问题 那这样是 你就理解 你理解他你就不要做了嘛 我就是不理解你 我就是要嘛 哈哈哈哈 你就是要做了 我就是要做 你有一天到来找我诉苦 什么意思 这是第一个啦 那第二个来讲 真的是有时候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效益 我还是把一些效益告诉 让大家知道 我这几年做了AVM的 还有数据化转型 这综合性的东西 其实我花了非常多的钱 哦 花了非常多 超过60亿 哦 从ERP开始来 10年 他讲10年花60 Infrastructure这些说的 包括硬体 包括自动化设备 包括新厂讯 整个 60亿 将近60亿 那我光是一个出货作业 这10年 我省了8个亿 嗯 作业省钱哦 省了8亿 我把之前 我没有数据化之前 我照原来的方式去做 跟我数据化转型 透过系统这样子 整个去换算 而且是ERP告诉 是这部系统告诉我的 不是我做的报告 8亿多 嗯 嗯 我有把每一个座位 每一个座位 省多少钱 那我的人均产值 人均产值 翻一倍 一倍 一倍哦 一倍 不是10% 20% 是一倍哦 一倍哦 太厉害了 那我这10年 因为这10年 我在做内部管理 我不要求营业成长 我说我对业务来讲 没有要求 这10年我没有要求 我就是要把内部做好 所以我们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有四个步骤 那你不是 呃 反产值翻一倍 营业额带 对嘛 增加一倍啊 所以我就 那是自然增长 你不是自己要求的 他自己长大的 自己长大的 自己长大的 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做对 做好 做快 做连结 做对 你只要做对 我不计代价给你 我给你资源是N加N 你做好 你做好 就变成N加1 嗯 你做快就是N 嗯 你做的连结 就是N减1 嗯 成本是从 不计代价 到一直这样 所以我内部管理 现在已经 当时是N加N 才花那么多钱 接下来十年 就是N加1 嗯 那个N要还给我 啊 那个N还给我做什么 换我给业务扩张 国际化 多一个N 嗯 我是把资源配置重力 嗯 我转型了三十年转型的十年 已经完成这些 接下来第二个十年 那我在第一个十年里面 我的营业增长两百 两百多个percent 就两倍 两倍多 啊 两倍多很少吧 很少 也很少 因为你十五% 所以五年就要一倍了 嗯 然后那个 我的人 人数 只增加19% 哇 营业额增加两倍 人数只增加19% 而且 人的数值变了 哇 对 现在的人才都是 可以自动操控 不是那个黑手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 AVM本身 你说刚刚AVM本身 怎么赚钱 不是 只是AVM本身 加什么 去赚钱 哦 所以你那六十亿 很快就会赚回来 还是已经赚回来 可是我还在花钱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等于是 转大人了 转股了 现在只能进入 另外一个优化了 我觉得说要持续 因为 毕竟未来的挑战 还是 更严峻嘛 所以啊 各位听众 听完的这个 吴老师跟 董事长的 一定会觉得说 AVM我一定要赶快了解 那书就在我们这个镜头 可以拍一下 用AVM做对管理这本书 事实上 真的我们花了 我们跟吴老师合作 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把这本书出版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 只有短短的 一个多小时 已经有一点超时了 但是实在是太精彩 就舍不得咔 所以呢 这一集稍微长一点 但是真的是 都是牛肉在这一集里面 所以真的还可以问下去 但是 你这样会问到扮演我 以我的问题 他还有一百天 还可以问到扮演 不能再问下去了 所以我们最后呢 老师有没有什么结语 最后一个结语 结语的话 我的领悟是这样 我觉得AVM是 我们早期也有做一个 我们办公室也有讲一句话 就是AVM是宇宙给台湾的占领 所以意思就是AVM 宇宙非常疼惜台湾 我们那么努力 都是做代工 那我觉得宇宙 也知道台湾人都很善良 所以说宇宙给了一个AVM到 降一个AVM到台湾来 就是要让大家开始赚管理财 那能够让大家过着一个 很幸福愉快的日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再度的恭喜大家 那祝福大家新年愉快 那希望大家好好的看AVM 那其实当你会看 当你多看 其实还是蛮简单 所以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大家可能都瞎忙白忙 AVM是照妖精 可以看到我们不要瞎忙白忙 这就可以幸福一点点 那董事长有什么结语 我想我从小时候 那个我父母常常就是 会讲一些礼语 他讲一句话就是说 大部有天 小部有轻轻 大富是靠天 那小富是靠勤检 那又常说 少输就是赢 少赔就是赚 所以说我觉得说 台湾都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最关键的不是策略 而是管理 管理比策略更重要 因为很单纯 中小企业又不是做 战车飞弹 就是很一般的产品 一般的中小企业的这种日常管理里面 其实就会得到很多的回馈 做好管理就可以得到很多回馈 那当然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发觉很多困难 其实你要解决就是那些困难 那反而就拿那些困难当作 你没办法前进的障碍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 很多很多时候你没有什么都是因为你去做了之后 你才会去获得 所以不要去看你现在的不足 应该把眼光放在你想要什么 那就是大胆的去跨出去 应该都会有成果的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吴老师跟吴尚才董事长 刚好两位都信吴 谢谢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帮我们至少做了一个敲门专注 尤其是各位听众 如果对AVM都还没有过了解 没有听过的话 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浅显易懂的 这个入门的一堂课 我们的工作同仁应该也都听得懂 没有讲得太深 那我们这本书呢 其实上也就是要帮老师把这个 他的这么有价值的 AVM的作业系统 用一般人可以读得懂的语言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AVM的科普 然后也引进了九个企业的经验 导入在我们这本书里头 让如果是企业界的朋友一看说 丁亚是这么做 台积电是这么做 玉山英雅是这么做 日正食品 我们这边还有贸易公司 永昌贸易 写词也是做Bump的 各行各业人都可以导入AVM 那我想你的企业应该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再一次 谢谢吴老师跟吴董事长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再相会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